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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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你的事都做了 儿子不敢辜负母亲 都已经做好了 皇阿嬷生气了吧 皇阿嬷训斥了儿子 还说不让儿子在跟着母亲 要让淳娘娘来抚养儿子 那太好了 淳娘娘心思细 她知道怎么照顾你 你有了好的驱逐 母亲也就放心了 大哥 以后有任何事 都可以来找海娘娘 竹儿 李公公来了 皇上口谕 皇上口谕 乌拉纳拉氏 谋害皇嗣 罪无可恕 耻夺封号 废为庶人 终身 终身有去冷宫 除 废人 乌拉纳拉氏 请遵审知 姐姐 主 主 姐姐 一主恕罪 您没了封号 奴才只能这么称呼您 李公公 咱们里边说话吧 是 李公公 这件事情还有转环吗 太后做主 皇上圣旨 再加上阿弱 胜常在得宠 皇上时常让她陪着 旁人想要禁言 也不能啊 看来这件事 皇上是真信了 一批娘娘轰了 那就如火上浇油啊 义主 趁着只有奴才在 明儿又是奴才 送您入冷宫 一些金银喜软什么的 您就赶紧收拾起来 到了冷宫那种地方 也是需要用钱的 主 奴婢要跟您一起去冷宫 奴才也去 跟我去那种地方做什么 在外边可以找一个 更好的主子 奴婢说过 要一生一世伺候主的 奴才也是 义主 虽然您被耻夺了封号 非为庶人 但也不能没人照顾 他一个进去也成 别的不说了 以前阿弱总是为难所心 只要把他留在外头 恐怕更吃贵 好 冷宫虽然辛苦 索性跟我进去也是好的 三宝 你就留在海贵人旁边 姐姐 我知道你会拒绝我 可是你身边 只有业心和泽知 三宝留下来 也好多个照应 那索心 您陪着义主 好好收拾一下 霓儿 我就来送义主 我 您得去淳拼娘娘那儿了 永恒 去淳娘娘那儿 你再要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文静 记不记得 去吧 真是 chez仄 义主 连大哥都这么疼爱 奴才实在不相信 您会去害别人的孩子 黎玉 帮我个忙 我想再见一见皇上 陈年那要是当了皇后 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 我还能有指望 她好快跟父亲 母亲她没有儿子 我多多提着 与她当年的抚养之情 会比不上永齐 那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即便母亲当不上皇后 只要她多向皇后提着 我是长子的事 伯征太子之位 也多些胜算 儿子请母亲安 请于娘娘安 快起来 快起来 不必拘礼 谢母亲 坐 每回来到易坤宫 但阿哥还是会称贤贵妃为母亲呢 儿子虽然养在纯娘娘里下 在外不得不称呼一句贤娘娘 但在内儿子的心 还是同往日一样 母亲疼你的心也如往日一样 这些日子你带着诸位皇子 遵行丧仪 该是累着了 儿子是长子 哪里都少不得儿子 儿子更要客气孝道 处处不能疏漏 难得你有这份心 你是大阿哥 负担的东西自然就多些 但是你要记住 还是要谨言慎行啊 儿子记下了 今日是你额娘 哲美皇贵妃的身迹 母亲已经派了人 去安华殿送了祭品 多谢母亲挂念之心 纯娘娘 便不记得额娘的生迹 中宫崩逝 诸事繁杂 纯贵妃疏忽也是有的 先吃些点心吧 云娘娘 外的还有许多事情要照顾 我不敢久留 快去吧 丧仪上离不开你 你自己仔细着点 儿子身为长子 定当十分尽心 儿子告退 自古以来 历太子都是历敌历长 再是历贤历贵 大哥是众皇子当中 唯一成年的 最近又替皇上生了长孙 让皇上做了马妇 占尽历处 有历的地方必有必处 但愿永皇能明白吧 妾身给您准备了参汤 您喝点参汤 提提精神吧 妾身还为您准备了热水 刚才看您跪了大半天了 您抚抚腿 弄这些老舌子做什么 我得赶紧回皇娘的灵前守着 皇娘崩逝 地形之中为我举掌 这回我这个长子不在 像什么样子 您这辈子 就是被长子两个字困住了 又不是铁 轻点 又不是铁打的人 歇一歇又怎么了 您得空 还得往邪娘娘那里跑 您好歹 也得顾着淳娘娘的面子呀 淳娘娘自己有亲生的儿子 哪怕为我娶亲 也只选了你这样 一拉里是出身的小姓小卒 淳娘娘想着亲上加亲啊 亲上加亲固然好 但说来 终究是门弟姓氏最重要了 你呀 别烦事亲近淳娘娘 你当她是远房姨母 她满心里只有自己的儿子 不是真心疼我 您的话切身记下了 往后不敢和淳娘娘 多走动了 人哪 终究是要靠自己的 皇后娘崩市 这后卫 左不过是落在淳娘娘 和母亲身上 淳娘娘要是当了皇后 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 我还能有指望 大可可死亲 母亲她没有儿子 我多多提着 与她当年的抚养之情 会比不上永齐 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即便母亲当不上皇后 只要她多向皇后提着 我是长子的事 活争太子之位 也多些胜算 说来 到底是邪娘娘更疼明显 疼不疼的谁知道呢 什么亲情笑意 都是假的 只有当上太子 大权在握 才是最真的 对了 傍晚我会去昂华殿上香 会回去晚些 是 今儿是额娘的生计 到时 切身陪您一块儿去吧 你我同去太过点眼 免得被人抓住话柄 说不敬嫡母 我自己去便好 是 永皇可是我疼过的孩子 他怎么会 我倒觉得这样的大阿哥 反而更像是一位皇子 或许永齐有一天 也会变成这样 但在这宫中 所有母子子孝 兄有帝宫 从来不过就是个孝王 不过是写在死后功德里面的 一美之词罢了 海岚 你说这话太让人灰心了 是挺灰心的 可是我说错了吗 早些 圣祖皇帝时候九子夺嫡 是什么样的情形 先帝又是怎么对待他的手足 这些人都逃不过 如今永皇是如此 纯贵妃不也是如此吗 姐姐 我知道你对后卫没有心思 但是纯贵妃一副 势在必得的样子 难道你真的不想点办法 先看看纯贵妃 她还会做什么 再说吧 此事耽误不得啊 姐姐 姐姐 你